美国输出武器在世界各地制造事端的策略早已用烂了,要对付这一招可不容易,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些美制武器进入之前就一举截获。 叙利亚政府军结果多年的战争磨练,逐渐也学会了如何真正的宣弱反对叛叛军的战力。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3日报道,叙利亚军队在新解放的地区找到了存放之外国装备的恐怖反射弹药库,在里面发现了美制导弹。 据悉,叙利亚古奈特拉、圣、施石军正在进攻的目标。 在此地,区军缴获了新舰输入的外国装备,去叙利亚参通讯社消息,仓库里有每支导弹和以色列装备的武器,包括著名的陶式反坦克导弹。 这些缴获的武器表明,即使战争打到现在这个地步,美国仍然在向武装分子提供重型武器对抗政府军。 去利亚战争打到现在,战争局势胜负一分,去军的攻势已经不受反对派武装阻挡。 去利亚全国局大部分地域已经被解放,重新建设国家的事务,已经可以开始考虑。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小部分武装分子在发动军事攻击。 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值得怀疑? 在战争胜负已经决定的情况下,在各处发动破坏性,袭击无异于恐怖组织的行径。 这正是目前部分反对派武装的举动,这些人的目的就是制造破坏,阻止国家的和平到来,给人民造成更多痛苦。 谁在背后操纵这些人呢? 只要看看谁能从这些活动中收益便知。 一个和平稳定的叙利亚,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 即使不能扶持亲美势力操纵叙利亚,那么一个混乱破碎的叙利亚,也是美国愿意接收的。 目前,美国的政策是继续军事援助恐怖分子,力求破坏叙利亚的和平统一。 这样的做法符合美国利益,能让俄罗斯继续受到牵制,因此投入些武器和资金在这里飘逝,美国眼睛都不眨一下。 此前,美军武器在叙利亚,被政府军缴获的次数实在不能太多。 美国大规模军员早已不是秘密,而美国军事进入造成的影响也绝对不小。 在6月份,美国公布了美军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报告里,自己都承认美军在叙利亚等国的军事行动,免军造成的平民死亡超过500人。 自己的报告都承认如此之巨的数字,实际情况恐怕要严重很多倍。 结合多次美军对政府军所谓的误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那就是美军为了支持恐怖分子,在叙利亚不惜办下战争罪行,一边做恐怖分子的幕后支持者,一边对叙利亚的人民和正规军队,进行毫无理由的打击。 让叙利亚局势保持混乱,使其保持混乱分裂的状态,可以继续限制住俄罗斯,也可防止埃萨的政权,让叙利亚重新恢复职力。 尽管这样破坏叙利亚即将到来的和平会让平民百姓受苦,无意欲战争罪行。 但是要知道,美国的民主人群从来只对美国人有效。 对别国人民的死活,华盛顿是毫不关心的,这一次从恐怖贩子的仓库找出美国武器,是美国所作所为的再一次证明,可以预计,未来华盛顿不会改变自己的做法。 想让叙利亚人民早日安定,求美国助手是没用的。 对于这种战争伴子,只有把他的走狗迅速歼灭使其失去介入点,才能阻止其战争罪行。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